好啦我們看一下題目 他說用碳槽的光源狀態是什麼焦點上發出 就是所謂的區面計 或者是正確的說我們叫做拋物面計 拋物面計是一種凹面計 就是有拋物面計的特色就是平行主軸的光會集中到焦點 焦點發出來光會平行主軸就可以設的比較遠 所以呢這是一個拋物面計 然後光放在焦點上它就會平行主軸射出去就會比較集中 可以是比較遠 那這個是一種拋物面計所以我們答案就選的是B 好請問你化妝鏡是用哪一種 化妝鏡是哪一個這我們前面有提過了 你上課的時候有教過化妝鏡是哪一種 就是它會有一點放大作用 因為它讓你看得清楚你的臉長是什麼樣子 所以它會有一點放大的作用 三五 拋面鏡 拋面鏡 拋 拋面鏡請坐 拋面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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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拋面鏡跟相反就對了 所以 拋面鏡才會有放大的 放大的效果 請問你 有關於面鏡的使用哪個迅速是錯的 哪個是錯的迅速是錯的 拋面鏡 拋面鏡 拋面鏡的使用哪個迅速是錯的 拋面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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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處是可視範圍比較大 壞處是東西會看起來比較小 然後人的眼睛會以為東西會認為它距離比較遠 所以你會對距離換算上會出現問題 你可能以為它很遠 才是沒有那麼遠 那就容易有一些差狀的現象發生 所以答案B是錯的 就是簡單的告訴各位一些面鏡的問題 OK嗎 OK